五期二,是一款杯葛的一個名字, 克林特。 今天有兩位延任, 五期二位延任。 我在這裡很榮幸, 有機會能夠獻得到他們的七位。 兩位延任, 第一位是王華王教授。 他目前是台灣環境防護聯盟的 運輸委員會的招集人。 他是從大學經濟學期, 第二位延任是新名次長秀。 他是台灣環境保護聯盟的常會的部長。 是從台灣大學次長。 五位的名堪證。 一位許副雄先生, 他是台灣環境保護聯盟的 被開案運輸委員長。 第二位是吳文章, 吳先生, 他是研究環境保護聯盟的會長。 第三位是楊順梅女士。 他是媽媽能如何面對抗聯盟的幹事。 第四位是崔樹欣長。 他是台灣綠社過敏行動聯盟的會長。 第五位是吳文章, 吳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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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能够我们做奖餐议讨论 我们请黄教授 好朋友 大家早 早 今天跟各位來報告這一個 維和永續能源政策 基本上我們要了解 現在政府準備要召開這個全國能源會議 到底為什麼要召開這個全國能源會議 我們希望說要來制定這個新的能源政策 那麼他召開這個能源會 到底台灣的能源政策出了什麼問題 是能源安全的問題嗎 是能源價格的問題嗎 還是能源結構的問題等等 那到底國際的這個潮流的發展區是優勢怎麼樣 我們要問的是你怎麼樣能夠建立一個可長可久的新能源政策 那我們認為你要建立一個可長可久的新能源政策 一定要先確立核心價值未來的發展方向 然後要認清國際的潮流 接近國際成功的經驗改正過去錯誤的這個測 這個也是為什麼我們今天會邀請日本的專家 以及歐盟的這個專家來跟我們做報告 那我們曉得這個人類自從產類革命以來 那麼對這個因為消耗大量的這個能源 那麼對環境事實上產生很大的這個衝擊 那因為是這樣造成這個現在所謂全球暖化的這個溫室效應問題 這個是大概從1980年代以來就成為全球貫注的這一個焦點 那麼聯合國這個世界環境激發展委員會 在1987年就發表了一份所謂不然的報告說 Our common future 我們共同的未來 這裡面就特別強調永續發展的這一個重要性 那麼根據他們的定義 永續發展是指滿足當代人的需求 而不損及後代祖孫滿足其需求的發展 它是兼顧經濟成長與環境保護 並考量誇世代監的社會公平正義的發展形態 那麼這裡面你就可以看出來 它事實上是涵蓋三個層面 涵蓋了經濟社會與環境三個系統 那麼這三個系統的這個發展 事實上跟能源都有非常密切的關係 所以從1990年代以來 西方先進的國家呢 那麼就非常關心這個所謂的 Economic Development, Energy Conservation 跟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這個三一的這個問題 那麼這三一的問題 也可以說是永續發展的核心問題 那麼所以這些天地國家也是從1990年代以後啊 就開始啊 這一個積極的制定 與環境友善的這一個新能源政策 那麼從過去著重開源 然後轉為優先節有為主 那麼節約有當然就強調節約能源 跟提升能源效益 那麼開源呢 是推廣新的能源跟再生能源 那麼事實上啊 聯合國大會呢 非常關心這個開發中國家 現在有26億的這一個人土 是仰賴這個傳統生殖 來吹放跟取暖 有13億的人啊 沒有電可以用 那麼聯合國大會體認到 提高能源效率 增加使用這個新能源跟再生能源 是攸關消除貧窮 與聯合國千幾年的這個發展目標的落實 所以在2012年的大會就決議宣布 從2004年起10年 為人人享有永續能源的10年 那麼這個宣示 事實上來就是在圖顯 追求人類永續發展 是當全國際社會的這個主流價值 這個對台灣來講 應該是深具啟發 可是我們看到我們的政府 是完全與國際潮流背道而馳 那麼現在要開的其實是下個禮拜 要召開的全國人員會議 那麼它早有這個預設立場 事實上是想要讓既有的核電廠嚴厲 這個是我們必須要強烈反對的 先在這邊提出抗議 那我們看看 我們要制定這個新的能源政策 到底我們原來的能源政策有些什麼問題 我把它歸納起來有三點 最主要是能源市場獨佔造成效率不佳 那麼電力的這個獨佔造成過度足資與資源的浪費 獨佔電力市場的這個結果阻礙再生能源的發展 那麼這個問題 其實這個沒有效率的問題 由中油台電去獨佔油氣跟電力 那麼造成它經營效率的這個利用這個市值 我就不必多談 那麼比較大的問題是 因為台電它是一個獨佔的這個企業 然後它是國營企業 那這裡面很容易產生所謂代理人的道德風險的這個問題 道德危機的這個問題 因為它富有這個穩定供電的這個政策任務 那麼它要達成這樣的這個政策目標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偏偏蓋電廠 偏偏蓋電廠 而且呢去蓋大的大型的這個電廠 那麼這樣的這個情形啊 當然呢就會造成啊 這個電力的這個供給呢 這個夠高 那事實上它要偏偏蓋電廠 這個怎麼提出這個理由 來讓它蓋電廠 這很簡單 第一個它就是先高估未來的這個用電需求 然後呢 通常要有一個合理的備用容量率 那麼它也規劃一個偏高的合理備用容量率 那麼然後呢 就有理由啊 來蓋電廠 譬如說 它過去都是以20%的這個備用容量率 作為規劃的這個目標 那事實上呢 8%到10%就夠了 大家看這一張圖就曉得 就實際的這個電力需求 如果這一條A線 但是它會去刻意高估我們未來的經濟成長 並高估我們的這個未來的用電需求 要用這個B線 然後 只要8%到10%的這個備用容量率就夠了 但是它需要20% 現在改口說要15% 那麼就跑到D這一條線 所以 D跟C的這個距離 這個就是過度浪費的這個投資的部分 所以導致我們從2001年以來 備用容量率都超過13% 2008年以來 備用容量率都超過20% 那麼這樣的這個結果 備用容量率是 跟這邊一個 千封用電 比千封用電量還多出來的 可以發的這個電量 這是所謂備用容量率 那麼如果以20011年來看 事實上20.6%的備用容量率 那麼它一整年一整年的產能利用率 平均只有59% 那麼也就是說有超過40%的電廠 前廠是關在那邊養蚊子 這個就是浪費的這一個投資的問題 好 那麼因為是這樣子 所以現在如果核市場繼續蓋下去 那個完全是造成備用容量率的增加而已 完全是浪費的投資 那麼因為台電浪費的投資太多 所以它現在累積負債啊 因為它蓋電廠有大部分是要靠貸款的 那麼它現在累積負債超過1兆3000億元 那各位想想看 每年的利息負擔 再加上它浪費投資的這些電廠的折舊 一年就要好幾百億 然後它的產能利用率不到六成 這樣的一個公司怎麼不會虧損呢 當然就會造成累積虧損 現在累積虧損超過2200多億 好 那它當然 就要靠廠電價 來 評估它的這個虧損黑洞 那在我們現在的這個制度之下 你再生能源 發出來的電 也一定要賣給台電 台電再賣出去 那電已經是過多了 然後台電還要花錢 去買再生能源的這一個發電 你太快了 所以它就會增加這個虧損而已 它只有增加輸出 不會增加收入啊 所以它當然會想盡辦法 去支阻這一個再生能源的發能 以免它灰神擴大 它會掃盡這個理由 所以這樣的一個獨照事業 如果不把它打破 你說我們要去發展再生能源 要去推動利能 是impossible mission impossible 告訴各位 如果這個核式讓它再運轉 那它可以增加5.5%的 這個發電量 那還有你這些再生能源發展的空間嗎 那當然不可能 OK 所以我說在這樣的一種 惡類的這個市場結果之下 再生能源的發展 當然是困難重重 當然是困難重重 雖然我們的再生能源 你可以看到這個 到去年 事實上我們再生能源的發電量 你不要算大水利的話 還算不到百分之一 你跟全世界來比 大概不到人家的四分之一 那這個問題啊 也就是說 這樣的問題 如果我們不解決的話 那你要去談什麼 這個新的能源政策 這個 自由 白費 存在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就是 到底台灣需要什麼樣的 這個能源政策 我們提出來 是認為說 需要推核永續的能源政策 那麼這個核心價值呢 就是有序發展 有序能源 非核家園 那當然 必須要把一些觀念 導正過來 重視這個 節流 正如開源 那麼 在這樣的 這個 全體下 那當然呢 我們必須要以節流 為 這個 最優先 那麼就是說 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以及這個節約能源 那另外 很重要的 必須要製造一個 公平健康的環境 來露食能源市場 自由化 如果 沒有辦法 露食這個自由化 還是由 台電一家 獨佔公司來壟斷的話 那麼 任何 能源政策是 沒有辦法 著力的 那麼 在開源方面 我想 這一部分呢 基本上 就是 對於 這一個 再生能源 的 發展 是非常重要的 那麼 另外呢 就是 核市場 現在雖然是封存 但是呢 必須 讓它 永遠的 關閉 也就是說 事實上 應該 廢除 這一個核市場 才能夠建立一個 這一個 有趣發展的 規格國家 那麼 五分的 這一個 構想 在這裡面呢 就是提升能源效力 加強節約能源 那麼 積極 這一個 推動能源 事業自由化 那 配套的人 必須要建構 全台 智慧型電腦 及電條 加強電力需求 變成這一個 負債管理 那麼 在開源方面 積極開發再生能源 調整能源 提高能源安全保障 那麼 另外一個 這一個 配合措施呢 就是 積極推動 綠色 催促改革 那麼 我們必須要 定這個目標 在 2025年前 告別核電 實現 推核家園的 這個理想 那麼 我想在 這一個 提升能源效力方面 每年 至少 應該提升能源效率 百分之二以上 那 在這裡面 可以從各個部門 去做 這個工業部門 交通運輸 住宅商業 另外 在造林設施方面 應該全面 去推動 以省能的燈具 來取代 白字燈具 那麼 在這一個 市場自由化方面 基本上 下午 有一場 我會比較詳細的來 介紹 這個 自由化的部分 不過比較重要的 就是要 掃除 這個 廢除 過去對中 有台電的 這個特權 綁上 那麼 輸電 系統 跟這個 發塑電 應該要分離 那為什麼要 談到這個 這個 智慧型電 因為 事實上 有了智慧型電 這個 跟這個 電錶以後 它是可以 對我們 這個提升能源效率的 這個使用 有很大的 幫助 對於 這個促進 再生能源的發展 也有很大的 這個 注意 那這裡面 你就可以去 實施這個 真正實施 時間 電降 要推 普及到 這個 一般的 這個 家庭用戶 那麼 可以 實施這個 負載管理 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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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離空的 這個 差距 等等 那麼 這個 再生能源 事實上有非常多的好處 我們 接下來的 這個 在 供給面 這方面 有很多的一個報告 可以 比較詳細的來 這個 說明 那麼 事實上台灣 這個 再生能源的 這個運場 是非常豐富 它的條件 是比 世界上 非常多的國家 像這個 德國日本的條件 都來得好 那麼 這個事實上 是可以 好好去做的 那當然 就 配合這個 推動 預測稅資方面 在這個 能源稅條例 跟溫室氣體減量法 這個都應該 好好去推動 那麼 這個 告別 這個 核冷這一部分 也就是說 事實上 我們現有的 這個核電廠 大概佔 10.5%左右 中置容量 那 你要在 2025年之前 來取代 10.5% 70% 太多 節約能源 提升能源 效率 這一些都可以 那麼 再包括 再生能源的 發展 事實上 是 不會有問題的 所以 這一個 如果你 不需要 那麼 夠多的 備用容量率 要什麼 15% 那我們 絕對沒有 這個問題 那麼 時間的關係 最後 我就 提到這個結論 我還是要強調 台灣必須要 立即 永續發展 永續能源 非核家園的核心 價格上 建立一套 賣向 永續發展 理想目標的 非核永續能源政策 那麼 要在 2025年前 告別 核電 實踐 非核家園的理想 事實上 台灣是一定 可以辦得到的 關鍵 就在於 政府的態度 決心 以破例 那希望 我們今天 在座的各位 希望我們民間的團體 好好來督促 政府 謝謝 謝謝 謝謝王教授 接下來 我們第二位 要邀請 施錡 施教授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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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朋友 我想今天 大家在這邊 剛剛 胡農運董事長 跟我說 大家都已經共識了 在這邊 要談些什麼 最重要還是行動 所以我想我就是 簡單再講一下 我們這個 多 這個30年來的這個 努力 以及我們 要採取 這個 非核能源政策 這樣的一個想法 那 那 各位知道 那麼 我們台灣能源 最主要的真理議題 當然就是 核電的這個議題 那台灣現在 是有試錯的 核能電廠 然後有這個 八個這個基礎 那 大概 大家應該都知道了 那 其中 核一 核二 核四 是在台灣的北部 核三 是在南部 那 30公里的 逃命圈範圍內 有五六百萬的人口 這就是 一個很大的一個 能源的一個議題 這個 五六百萬人口 如果是 遇到這個 核電災害 怎麼辦 那 政府為什麼一直強調 要發展核能發電 重的 他提出來 過的這個理由 第一個是便利 然後 第二說 是準自產能源 第三說 是低碳 再來說 是低污染 再來說 非常的安全 那實際上 核能發電的本質 它是危險的 從 重大的 國際的 核災的發生 我們就知道 其次 它是昂貴的 我想這裡 很多人提到過了 還有 它是低效率的 它比一般的這個 熱機的這個 發電廠來講 原理是一樣的 只是說 能源的產生 一個是從化石能源 一個是從核能 那 從熱轉換的電 它的效率 事實上是 比一般的 這個 火力發電的效率 來的低的 那 會產生核能廢量 所以這是一害萬能的 並且 它會產生核武的這個原料 這導致核武的擴散 那 其次 核能發電 是必須依賴其他的能源 才能夠運作的 各位知道核能電廠裡面 只有核能它是沒有辦法 讓原始爐來運反的 它一定要有這個 才有發電機 現產生的這個電力 然後才能夠讓 反電爐開始去運作 那核電的這個二氧化碳排放量 只高於再三能源 所以用它來減碳 也是一個不對的做法 那核燃料也有用完一天 所以不是有序的能源 那 我們後代子孫 對核能發電所產生的這個核廢量 要花更多的能源 跟成本來照顧 那核電也阻礙了這個 還有在三能源的發展 還有節約能源低升效率的努力 那所以發展核電 是不利於解決全球暖化的危機 而且會使人類承受更多的核災風險 那對台灣來講 台灣是地小人稠的海島 為主地震帶 所以地震啊 颱風啊 等天災是非常多了 所以沒有發展核電的這個 自然跟社會的條件 萬一發生重大核災 台灣社會是無法承受的 那現有的這個核一二三廠 已經老舊 所以它的風險也越來越高 那核四各位知道 問題重重 那我想核能電廠的存在 是讓我們人民生活在這個核災的恐懼之中 那 真正要降低二氧化電的排放 增加能源的自主的方法 應該是節能 然後提升效率 調整產電 結果降低能源的消費 發展栽生能源 或者增加天然氣化電 那回顧我們台灣 推動非核家人的歷程 我想在座張國旺教授 黃建元教授 差不多在1985年就開始 針對這個核四的興建 提出網隊的聲音 到今年 差不多30年 這很長的時間 那我們現在的核四的計畫是1992年 把行政院政治倒閉來推動的 經理由我們的努力 在96年 立法院事實上是有通過一個廢核案 但是又被行政院復議撤銷了 那到2000年10月的時候 民進黨執政 他正式提出了田建案 但是立法院反對 做出復工續建的決議 後來陳水平就有妥協 所以2001 2月就復工續建 那但是這個朝野也達成了這個 非核交易的一個共識 那這個共識進一步在2002年的時候 通過了環境基本法裡面 第23條把它納進去 政府要奠定計畫 逐步達成了非核交易的目標 那當然環保團體 是希望早日解決這個核四的問題 所以一直推全國性的核四共同 但是這個立法院 又通過了鳥籠勾投法 使得陳總統承諾的全國性核四共同 就受阻了 一直到現在 那2008年國民黨執政之後 非核家園就這樣的政策就被摒棄了 他把這個核能列為低碳能源的這個選項 希望能夠擴張核電 但是後來因為2001年輔導核災 那麼核電的政策又變成穩健檢核 就是這個核四要上傳 現有的基礎不遠利 但是在緩和的這個名利高漲之下 那麼 2013年的時候 將立法院長就宣布核四 是否停建有立委員提案 交付全民公投 這是希望用養龍公投法來合理化核四的續建 在我們繼續努力之下 這個2014年 那麼4月28日在林玉雄先生的這個禁止 要求停建核四的情況之下 宣布了核四停工封存 將來是否運轉要由全民公投決定 這是我們三四年才 鼓勵到現在 大致的情況是這個樣子的 那我們最大的成果當然就是 把非核家園這樣一個 裡面把它納入這個法律的規定 那目前台灣的這個 核能發電的這個占比 剛剛我老師有提到 差不多10.53% 百分之10.53% 那它的這個發電量 是百分之16.50% 那但是我們的這個配用容量率 各位可以看到這幾年來 大概都是百分之20%左右 所以以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我們現在就把核能發電停掉 我們也不會有缺電 那何況我們可以看到我們的 年平均的設備利用率 剛剛王老師也有提到 那這是全體的 它是身對配電 全體的話 其實上是沒有超過50%的這個設備利用率 所以 跨電設備 其實上是獲勝的 那 我們大家都知道 應該要發展再生能源 那麼在民間的這個 努力之下 台灣再生能源發展條例 是在2009年就是公佈施行 那並且要獎勵 發電的這個裝置容量 是到一個GIGAW 就是一千萬千瓦 那 十個GIGAW 對 差不多到目前 核電的裝置容量的這個 這個1.9倍這樣 但是這個 在生能源的發展條例 通過之後到目前 在生能源的發展並不佳 剛剛也提到過 那這個裝置容量 差不多7.83 但是如果你 把那個 灌場水粒跟這個 焚化乳的那些 去掉以後 這個裝置容量 就只有2.5% 那如果發電量的話 這個整體來看是4.28% 但是 如果把 灌場水粒跟廢棄物 把它 不算的話 就只有0.88% 所以在生能源發展條例 所獎勵的這些 在生能源的裝置容量也好 化電量也好 都是很低的 可見 整個成效不佳 那 我想 我們都知道 這個 採取非核交易的政策 是大家的共識 那 要怎麼樣來做到這些 我想 就是簡單 歸納一下 我們希望政府能夠 遵守非核 家園的 定目標 早日停止核一二三 場的運轉 不得嚴厲 那再 就是早日匯除 停工封存的核市場 因為 封存的核市場 事實上我們還是每天 要花費這個經費 去維護它的存在 好 那第三 要調整產業結構 推動 節能 還有提升能源效率 這樣的工作 那 也要停止 高耗能高污染 工業的這個持續 擴張 那 再來 就是減少燃油燃煤發電的使用 要落實再生能源發展條例 提高再生能源的這個發電量 那 積極 鼓勵新能源技術和再生能源技術的 研究發展 以推廣 提升台灣 綠色能源產業的國際競爭力 那麼 更重要的是時候 我們要鼓勵民眾 可以參與再生能源的發展 特別是鄉村地區的民眾 那 再來是要盡速 通過能源稅條例 溫室氣體減量法 以及相關的一些 立法以及修法 還有盡速修電電力法 跟相關的法令擋破 台電的壟斷 促進電力系統的多元化 分散化 那 我想面對 危害台灣有序發展的合理 的這個發電的這個政策 我們 已經要持續反對 那 剛剛有提到 那麼下禮拜的這個全國人員會議 那麼 我們本來的目標 也是想要 這個 繼續 把這個 核一二三場 看看能不能演繹 想要看看我們這個 風吹的這個電場 核市場 是不是大家有公司 讓他們有一天在啟動 我想這是 我們面對的問題 所以需要我們 繼續努力 可以走日 把核市場 推出 並且讓核一二三 停止運轉 讓台灣能夠 競速邁向 揮核教育的目標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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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施教授 接下來 我們開始 第一位談战 請 徐書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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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會很嚴重 但是我會記憶世界會在火牛家園 第一次就在十二月後的 經驗部十二月後的教會是新郎公共會 我不知道 在那裡就說了 買火牛家園過 我也會記憶 但是以前已經十二年了 我記得九十二年到那裡 第一次上庭會 我沒有參加 庭都庭兩百歲 就說結束了 第一次我就說了 你這個火牛家園 我就說 你這個是買平 平安這個 全是酒到平安 那樣我 約四酒平原 還要國福原 就用火牛家園出來 我也有說過 再三十幾年 我也 zurück 15年 23年 去19我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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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手 那天這麼輕鬆 有很多學生 用火牛家園 使用火牛家園 不ран 等我 你進來 搶的 敵使車賽 替我進出 這樣 現在我們到來 你們 раск Bunny 你購入想要購買 購用二十多元 我就說 你這是一個酒店要平安 你想想 沒來就不開了 廢兩百歲了而已 一般你中央五樓要廢一百 再結束了 現在你說這個一千塊二千 你要看 現在要做大石平准 這個 你要看他做的時候 要不要做 我就是 會說發動了啦 會說要去幾幾千塊 看他要怎麼做啦 現在當中的市政府啊 去平 主動沒有錢 啊沒有 那個 政務沒有給 建設沒有給 我也是打錢就對了 現在有這些前輩 在講的這些 他們都講 就是我才講 好 那我來做的 要說分算 我也腳去管輸進去那裡 去那邊站 說你還要做什麼 四十年還要做什麼 你還要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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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要做什麼 這兩點還要做什麼 大家說的好事 說我 要去錢給我也是怎樣 要去商務 你還要做什麼 不然你叫我這些人還要去那裡 去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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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如果在大色的衝突喔 那這個 要我繼續延長喔 這兩點你如果要做什麼 你先來看這些 言言說好事 如果沒有喔 他就要說 你便宜一項人都要做 我就想說 大家都給你放在那裡 人家都要自己扶著 坐人叫人都沒關係 希望那時候 如果是有需要 希望全國的人民都來到修廷啦 不能讓 重鑽不延長啦 那也不能這樣 大色給我做啦 你還要去想辦法嘛 你在大色做的那裡 如果時間到了 全部最終處理 處理的存在 還是要怎麼做 都放在那裡 放在那裡 這沒有火候下來的過程 也很困難啦 要拿來去 那這次又聽到就有個消息了 說無論如何提議再結 說 有跟人說 說十幾 青梨塑 想要先算青梨塑 不知道要先不先才不知道 現在到時候在看 他們怎麼會做 怎麼會做 怎麼會做決定啦 如果決定喔 希望我們所有的人民 要大家關心這事 如果是變一行有那裡 我那時候 我那時候 看到 大家有唱 你們這些 外國就要來 搭 搭 這如果發生事故 是全國 在海道呢 等到日本 跟美國跟 都不會比他們 變發生的 是 台灣人都好事了 好 英雄 謝謝 這是好山好水好風景的東北角 也是好憂好醜好煩惱的空仔鳥 為什麼要說好憂好醜好煩惱的空仔鳥呢 因為我們的家鄉蓋了一座河市場 大家要質疑這個河市場不是要保存嗎 我要大家報告就是我要採算馬英九的兩種行業 其餘就是說大家知道河市場見多久了嗎 從我69年開始徵收土地 見到現在103年了 14年了 將近35年了 所以經過了一歲的波折 還漸漸停停 國民黨就是偏偏要把它蓋起來 為什麼呢 大膽就說 就是利益化過 明知那個河市場沒辦法完成的 他是一個不能啟動的病床車 他就認同就要把它當作是前科的 不斷地增加預算 從沿線的一千七百多億了 見到現在已經接近三千三百多億了 增加的額度的將近一倍 所以說我才說馬英九的時候 跟台灣的最大詐騙集團 專門在欺騙我們台灣人民的納稅錢 所以說野民調在剛剛是高趴啊 大家記得民國九十九年 吳副總統當成在店長的時候 他說要讓河市啊 要讓他 慶祝建國百年了 結果咧 每天把市運轉啊 就應該失敗 不是淹水 不是淹水 就是火燒那個電線 甚至於啊 如果電線啊 還會被老鼠咬跳 我到了民國一百年了 沒有辦法搶轉啊 要跳票的時候呢 要搞托日本 獨島三一一的核爆支服啊 大家也在緊張說 會不會傷到我們台灣人民的時候呢 他們接下來章章自行 馬英九總統還說 為了安全起見要請專家來安檢 這些 國外 那些國外的專家 就是我們國人 把他送去香港 滾個鹹水 快點滾個鹹水 這樣就是專家 什麼專家 他們在欺騙人家 他們在欺負人家 他們在欺負人家 才有專家 台電根本沒有那種技術 把他併裝出來 所以那時候 我們在說核樹一個併裝不出來的併裝車 所以一拖再拖 再說核樹廠原先的兩部機組 現在只剩下一號機 因為另外的二號機 已完全停擺 因為部分的零件已經被拆除掉了 送到一號機那邊去 這兩部機組 譬如說 長期的呢 自機配給的 已經虎朽潰爛了 所以只好 只好犧牲二號機組 來完成一號機組 併了我們百姓說 核樹廠可以商轉 那我們首發的錢 3300多億 只能完成一號機 如果二號機組 要再讓他商轉 預算又要重編 馬政府團隊又有錢可以獵 對呀 阿發的其餘就是 我們台灣的電力公司 常年都不缺電 連平均 捷運電 剛剛那些前輩都有講過了 至少平均都有22%左右 可是到每年夏天 用電量比較多的時候 他們就陪陪在發布新聞說 今天的用電量又超高 使我們的百姓又緊張 又怕都沒有電 那怎麼辦 其實我們從921大地震到現在 沒有一天停過電 現在更可惡的就是說 台電要把J1電降成3% 那怎麼降呢 就是把火力發電廠 部分的人先暫停說 不發電 說要稅修 那每年夏天 用電量又超高的時候 就是說核樹廠不升轉 又不行了 要起風升轉 否則台灣電的不夠樣網 要限電 其實核電廠如果起風升轉 它的總發電量 才佔3% 剛剛那個徒教授說 5.5% 那是兩部基礎 如果一部基礎發電的話 不到3% 所以說我要忽略我們台灣的百姓 核電 把它輕掉 我們台灣就不缺電 因為我們的核一核澳核產 總發電量才佔11% 我們的捷運電至少都有22%左右 所以說台電的 所以說我們扣除核電的 台電的總發電量 把它扣除11% 22%把它扣除11% 至少我們的捷運電也有11% 所以說希望我們台電的不要搞小動作 台灣的能早日成為推核家人 那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 謝謝王科医長 胡委長 那接下來我們請 媽媽經過列場 你們的楊樹梅老師 在場的先親大家好 我們大概是所有黨的團體裡頭在之前的 我們非常謝謝所有前輩們在前面歲月裡頭的努力 讓我們現在有一些資訊 然後我們可以再連結台灣的媽媽們 台灣的女生們包來重視我們這個環境 剛剛施教授談到說其實反國團體大家都有共識 我也覺得好像這樣的會議 其實是下一次我們應該改成行動戰略會議 其實就是要行動了 應該要具體地去讓不知道的人知道 而不是我們已經 我們知道的人都知道了 我們每個人 在多幾次我都覺得 藏愛聽的人都可以成為專家 很重要是怎麼讓不知道的人知道 就每次都看到同樣的面孔 我們怎麼樣讓不同的面孔會接觸到 甚至讓他在沒有提防下接觸到這些訊息 我想這個可能是我們很多團體將來很重要的一個工作 媽媽會把這個部分做為我們今年度的主要一個重點工作 因為在準備今天的這個會議裡頭要談到能源政策 那我其實很呼籲剛剛好幾位教授提到的 節能呢 其實不管是在國內的共識 或是在國際環保能源總署的共識 都都認為 減碳最有效的應該就是節能 其他的新的能源還是會有污染 還是有碳的排放 所以節能是最重要的 我今天用的題目叫人人都是能源 某種程度上來講 他除了節能也希望將來可以產生能 那怎麼樣說呢 我們現在看 我們現在政府不管為了什麼東西 都喜歡拿南海當一個競爭對象 我們現在不會去比歐洲 不會去比美國 都拿韓國 大概可能韓國比較近 大概也希望可以做到 可是呢 我們拿南海當競爭對手的時候 那我們到底輸在哪些地方 我們不要談韓劇 現在已經工具所有的電視台 你看生活裡頭 我們用到的東西 你知道菜市場去看 我經常逛菜市場 菜市場所有的東西 好多東西都是韓國版的 我辦公室附近 I16巷那個商圈 服飾店賣個高檔店 也是韓國國 可是在能源這個部分 我們居然一樣 讓韓國來看 可是呢 把一九總統刷拿韓國的核電廠來看 忽略了核電廠之外 韓國還有什麼 2014年4月 我拿著2014年4月發生的事情 2014年的4月 是台灣剛開始 油電雙漲 對 2012年的3月 政府宣布嘛 所以4月開始 我們開始在承受 雙漲所引發的各種物價的挑戰 可是那時候馬總統說 現在不痛 以後更痛 推動多元的能源政策 就必須面對較高的能源降的 但是什麼都沒做 我們現在 油電都要降價 可是呢 漲起來的物價已經回不去了 無作為的情況下 就是這樣的結果 可是在那個同年的 2012年4月 南海首爾的新市長 原傳 開始推動 減少一座核電廠 這樣的計劃 這個計劃 不是一個口號而已 它有十大項的 核心的項目 包括 陽光城市 它在這個屋裡 首爾市的屋裡 用政府補貼的方式 製作太陽能源來 然後呢 有這個所謂的 在幾個 它希望達到能源自主 所以呢 新建的131處的氫燃藥 就是電池發電 然後去改善 舊建築物的 它的耗電的這種情況 大量的在地鐵站 地下商街 就是公共設施裡頭 去普及 這個LED的照明 然後讓城市裡頭的這個 城市建設的規劃 是個減少耗能的 另外還對於新建築物 對它的耗能 也做一些管制跟分級 還有提動 這個推動汽車共用 還有另外一個是 綠色系列的創業基金 對於綠色發電 綠色產業 它有一個清延創業的基金 在裡面 然後另外就是說 在校園裡頭 有在民眾裡頭 學生裡頭 推動這個綠色里程 然後讓校園裡頭 有所謂的能源守護天使 希望有一個 市民 養成市民 這個生活系統 就是個節能文化 生活文化 還有就是希望 成立研究跟推廣的機構 來用民主的方式 來用人力主導性的 節能實踐運動 這是2012年4月 它開始做 它目標 希望在2014年 它可以減少一座核電廠的用電 然後就是200萬的油當電 然後來看 結果呢 它的目標 萬象能源自主的程式 減少200萬噸的油當量 就是一座核四發電量 在2014年 有巴哈的自產能力 結果是什麼呢 在2014年的6月 它就已經提早拿成了 它提早6個月做到 所以它不是不能做 在我們剛剛看到前面那個部分 我們發現 有很多部分是 關鍵在於 你有什麼樣的領導人 很多東西需要來自於政策的力量 才能夠去做的 當然有一個部分 是民眾的部分 是民眾的 節能的這個概念 節能的這個生物習慣 所以呢我們覺得 就把我們的角度 立場上來思考 我們能源政策的時候 我們希望 今年可以開始做的方式 就類似手腕的方式 是從城市去包圍中央 從城市去開始游說 現實政府 開始做類似的 結尾這些工作 結尾這些措施 以現實能做的角度裡頭去做 然後我們 讓中央比重壓力 那麼在2014年 它們完成了之後 第二階段 就是希望能夠減少 一萬噸的二氧化電排放 節省相當量 做合適的一個發電 然後在2020年 是電力的自主率 達到20% 我今天早上看到歐盟的那個 代表區的這個代表 在談到 每個國家都在2020年 他們的這個自主 電力自主率要達多少 或者他們的 他們的再生能力 要達到多少 我沒有看到台灣 2020年 我就努力的上網 說2020年是什麼年 為什麼大家要用這個目標 那我沒有看到台灣 我沒有看到台灣 我也很期待 不知道下禮拜第二的 這個能源會議裡頭 政府能不能給我們 2020年我們是什麼能量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幾年來 台灣實際的情況 我們在能源消費成長的部分來看 我們都在 這是我從能源局面裡頭 得到最新的資料 我最新最新的資料 因為2014年還沒有出來 我們能源消耗的這個成長的 2013年是增加的 那麼前面兩年都是減少的 那 就可能他的說法就是 那時候 我們的經濟流 經濟比較低迷吧 這個 2013年是成長 2015年 2013年比較多 但是我們來看 展的部分在哪些部分呢 其實我們看一下 那個工業部門還是長的 這是整體能源 這整體能源包括了電啊 包括瓦斯再相關其他東西 那我們來看電的部分 電的消費裡頭 工業部門還是成長最多的 我們看這個比例 工業部門 這個是比例 工業部門還是成長 但是我們看到 住宅的部分也成長 你就表示說 民眾在節能這個部分呢 還是有空間可以做的 那我們再看我們的 便利的消費表的比例來看 工業部門佔最大的比例 另外一個是商業部門 運輸部門 服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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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如果在工業部門 和服務部門裡頭 在節能的部分 做比較大比例的成長的話 那麼我們整體的電力消費 就会降到比较一个合理的程度 那么那个程度呢 其实就是核电厂 它所提供的电力的部分 所以 这就是看到我们整个的用电的比例 那么回到刚刚我们看到 那个首尔做的 为什么我们认为 我们在台湾有机会推 因为我们应该说 环境很容易就成为是一个公民的共事了 也是一个公民运动 然后我们台湾有能力去做 各种的节能产生的技术开门 2012年我刚刚提到 2012年的4月 有电商涨出口政府 石油涨价 它最想到涨价 因为那时候国际的石油价格上涨 它没有做别的东西 没有做别的东西 我就算了 2013年 它把所有补助 太阳能发电的 民间太阳能发电 所有的计划都cancel 所以有很多做太阳能 这个发电技术的厂商 它在台湾本来希望跟台电去做合作的 结果它没有办法 它甚至已经做了一半了 那计划停止 它只能到国外去参加比赛 它借了参加比赛去拿国外的订单 那厂商跟我报言说 我的技术 我当然希望台湾有 可是台湾不要 这个是一个非常可笑的情况 那如果首尔能做太阳能 这个面板发电的话 台湾也能 台湾的日 我们刚刚听到 那个日本的情况 日本能够做这个太阳能发电 台湾的日照比 这个东西比首尔应该都是来的高度 这个可能是绝对高的 所以呢 这样教育是当前的要务 我们希望打各些事去做 只要环境教育 谈能源设施很重要的就是 节能 不用过苦的日子 大家看到旁边 左手边的这个用电度数 这是我家 去年底 到11月12月 11月12月这两个月的用电 比去年 比前一个年度 我减省了20% 我没有过苦的日子 我还是一样的使用 我所有的家里的所有电器 太北下雨 天气多的时候 我还是拿那个衣服去烘干净烘 但是呢 很容易减省20% 是你把一些习惯的改变 你就能够让你的用电的情况 多节省 所以也就是说 我们希望政府带头做这件事情 因为他经常 那时候我们提出 减六除四 就说每个人如果能够减少 没有他们的用电呢 就可以不要有核市场 政府说 哎呀民生用电 才占多少而已 哎我不是只要民生省电 政府当然要带头省电啊 这是我们要求 不是只有要求民生要省电 然后政府所有的部门 这个工商部门都不需要省电 没有这种道理 民间能做到 政府绝对有能力能做到 可是其实刚才提到 那就是因为电价太便宜了嘛 对工商来讲 电价太便宜 他没有用 他干嘛 他干嘛要省电 最后就是不要被永和派来洗脑了 2014年 全球风力生 这个相关的这些生物燃料 跟其他的这个能源相比 他们已经成长了百分之十六 然后他们预估2015年 风能跟太阳能双电 也将成长百分之十 国际上都是这样的趋势 如果我们要与国际结尾 我们的所有能源政策 也应该与国际结尾 好 我今天到达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杨总干事 接下来我们请 律师公理 请到你们的居住机 请 请 各位朋友大家好 那今天我们大家聚集在这里呢 那也是因为全国能源会议要到 那全国能源会议呢 我们说有看从1998年 2005年2009年到现在是 2015年已经开了第四次的 全国能源会议 但是那一个非常令人遗憾的是呢 全国能源会议是一个 为了应付国家未来的人员需求 来解决黑碳 或环境有趣的问题 让我们 学各界共识 一个可以让国家 一个有个比较好的 未来的一个发展的会议 但是呢我们的政府却老是把它当作 这个私用的一个会议啊 为什么呢 因为这次能源会议为什么要召开呢 很简单 就是因为去年 我们大家的努力之下 强大的反而民意逼死 政府终于 他要把核四封存停工了 但是呢他还是不死心 他就哦 他就希望在这次能源会议里面呢 来试图制造核电 继续的这样一个正当性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次能源会议主题是什么 以前能源会议主题都是 台湾怎么面临 这个全球气候变迁啊 我们要怎么面临能源的问题 产业的问题 但这次不是 这次他主题是电从哪里来 你从这个主题 你就可以知道政府 他后面藏着一个什么心思哦 他想要告诉我们说 你们可以反合哦 但是我要告诉你们会没有电哦 所以你要告诉我们 我们电从哪里来 没有电我们就是要用的 就是一个这么的一个简单的逻辑 但是实在是非常非常令人 既生气又好笑 好 就是实在已经 实在巨轮已经推过到这边了 他们还在这么样的一个保守守旧 所以我们就开玩笑 我们就做了一张图吧 就是像我们看到日本节目 就是东西军 说我们到底 今天晚上要选哪一道 如果今天当我们这个选项 给全国的民众来选 你到底要选的是 前瞻的检人政策 还是守旧的核电源益 我想就像大家手上的选票一样 我们都可以很快的就决定 所以民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但是呢 政府我们都知道 他想要推出哪一道呢 他想要推出守旧核电 演绎这一个 来迫使我们民众接受这件事情 那这就是我们下个礼拜 能源会 我们有看到他们所推出的 菜就是一个这样子 这两天 我想如果各位去全国能源会 的网站上去下载的话 他的简报已经出来了 但是简报里面 我们看到还是很生气 他简报里面的因应策略 就是我们看一下 他纠绝的生相 一个就是这个 盖核四但是核一二三要演绎 那还有一项就是 照我们的说法就是 绿核家园 另外一项做法更夸张的 就是核四解封 核一二三继续继续演绎 那我们想说政府这三项选项 我们希望看下周 他到底希望我们 推出哪一道 要让我们怎么选 那我知道 因为各位很多的团体 代表人前辈的下礼拜 也都会参加全国能源会 我们就来看看政府到底要让我们怎么选 如果他要选这个核四解封 这个守旧能源这一套 那我看他们下台时间 真的已经不远了 那我在这边提出了 我们的一个能源政策 我想大家在这个 手册里面已经有看到了 我这边有一篇文章了 在36页的部分 我们有提出 对这次全国能源会议的建言 就是有五个能源政策的主张 那我们的前提当然是在于说 如果我们今天要向全国大众来交代说 去年我们希望核四 停工 好 停建 然后呢 未来和一二三只够除异的话 那我相信这个民众也都问我们说 那保保团体的对策是什么 那我们提出了对策 那五大能源主张 我想其实前面几位前辈都讲得清楚 大家目标都是一致的 第一个就是要落实节能 然后再来就是 还有我们的温氏气息减量法减碳目标 还有我们这边有提出一个 取消工业电价股贴 它最后是健全绿能发展环境 我想这个我们大家都是 就不要和尚 就和尚念心了 我就不想说 我觉得大家都重复的 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大家 这十多年来面试再次的一项 它不只是非和低碳节能 它是一个对台湾一个好的一个政策 但是呢 要对抗既得利益的集团 还有保守的总部的官僚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困难 就这样一些简单的东西 我们大家谈了十几年 但是政府还是 还是非常的进步的缓慢 非常进步的缓慢 所以导致到民众都觉得说 是不是台湾做不到 那但是在这一次的这个 人员会议里面呢 我们提出了一个数据啊 希望能够让媒体来报道 也让民众知道 到底台湾做不做得到 那在这里面呢 其实是因为这几年有一些进展 包含在这个 我想其实除了守旧的保守官僚 其实台湾还是有一些好的研究员 好的政策研究者 还是有在这个体制里面 但是他们可能在现有的 这个政府架构上没办法出动啊 但是呢我们还是可以 在政府的这些数据里面 看到一些端倪 那就是呢在2013年呢 工研院跟英国政府合作 建构了一套能源政策的分析的论述 叫做台湾2050 能源供需情境模拟器 但是模拟器里面呢 它针对台湾的经济发展 例如这个经济成长率 能源供给与能源发展成本等 它摸索出了好几种发展路径 那其中这几种发展路径里面呢 有分为保守及前瞻跟期限之后的情境 那在这里面呢 前瞻的情境 前瞻的节能情境呢 非常的适合台湾哦 因为前瞻的情境是政府有决心和魄力 就是以节能措施 具体跟那个有立法的节能措施来 就是左手的话 用电需求会从1.758 降至1.078 那这个差别有多大呢 这个差别呢其实就包含了 这个核四不见 核一二三不用研究 甚至呢我们大家一直 关心了几多争议的火力发电的 电厂也可以不盖 就可以达到这个成绩 那而且经济成长率也不会下降 所以这代表什么呢 而且费用容量率也几乎能够 维持在百分之十五%以上 也就是这个图里面哦 逼的前瞻节能情境 那所以其实这代表的是 它其实不会像这个政府说 这个非核地带政策会影响经济成长 没有 导致政府的数据算出来是没有的 等下说会影响这个缺点 比如这费用容量率会在十拍以下 但这个数据算出来是没有的 费用容量率几乎都在百分之十五%以上 所以这个证明了什么呢 证明了有效的节能 比起让核电厂研溢 更能够维持能源供给的稳定性 那也就是换句话说 没有核电也不会缺点 那以前民间我们常常讲很多 我相信各位 学者或是台北都有算的数据 但是永远政府都会说 就是你们算的数据不准 我不相信 你们这些人算的这个不专业 但是呢 这个是政府的置户里面算的数据 清清楚楚 就希望他们不要再蒙骗打中 那其实呢 当我们把这个数据 提出记者会来讲的时候 前两个礼拜我们有提出来 在分区会议结束之后 那但是现在这个经济部回答是说 对啦 的确是有这样的一个政策啦 但是呢 这必须要我们大家有非常大的决心才做得到 好 所以各位听到 这就证明说 我们应该要让他们更有决心 搞到他们没有这个决心 你要有很多改革决心 你要这个全民的配合 法律的配合 法律的配合 各方面配合才能把他拿到 大家 我们要问我们自己 有没有这样的决心 我们有 但看起来政府好像还没有 所以我希望下礼拜的这个能源会议里面 各位请问这句 我们就要让他有这个决心 如果没有的话出来 我们就要骂他 那我想这个下星期的能源会议大家就会担心说 我们大家进去会不会是植营跟辈出 还有最后他的结论是核定演技怎么办 我想可能我们必须要有些行动 就包含在这个26号开幕早上 8点半的时候我们会在场外有抗议记者会 那我也希望各位能力能够有没有出席 还有包括里面的代表 先进去 我们可以先在对外媒体间 先这个讲说我们大家所希望能源算策做到是什么 能源会议的达到是什么 那希望这两天不要让我们失望 那大家进去是监督而不是背书的 那等到最后在宣布结论的时候呢 那我们就可以视情况就是 来为这个这次的全国能源会议打分数 到底它是几分 它到底是0分还是这个50分60分 那最后呢也请各位这个委员会代表 一起出来为这个能源会议打分数这样子 所以在这次能源会议里面 我们两次的场外行动 一个是开幕一个是闭幕 那欢迎大家有人参加 那在这次的会议里面呢 昨天他们已经开了记者会 说这个能源运务能源会议 这次他们认为最大的特色是扩大社会参与 我想各位如果从分区会议一直到现在 就知道这个真的是非常的可笑 因为他的分区会议 北中南东这样搬一轮 我们都看到就是 他是单方面的 官方单方面的报告 我们大家只能听 听了之后呢 我们还要举手像这个小学生一样 给他点 收取的不高他也不点我们 然后重点是他中间塞了很多国营事业的代表 还有一些 我们就说他们 你会培养我 就有很多这个 永和的人在下面 我们还要跟他们比这个举手 这真的是其实我觉得 真的对于 对于大家长期辱运这么久的 这些环保团体跟学者来讲 真的是一种羞辱 真是一种羞辱 他们用这样的人海战术 那分区会议大量塞了很多永和的意见 那这次呢 在全国代表大会里面 他也不告诉说 这些分区会议 大家努力 我们举手那么久 讲到这个六块的结论 他到底怎么使用 会不会进去大会里 所以只有我们知道 像这次中部 南部 东部 还有好些团体 也没有被邀到这个全国代表大会来 所以也被取消说 这是天龙国的能源会议 特别像我们中部 彰化环保联盟 关心火力八点很久 那还包含我们东部 反合费的很多团体 还有当地台东的反合费的居民 还有南部一些团体 还有像我们这个北海岸反合 这些居民也都没有被邀请到 这个全国大会里来 所以其他有没有扩大社会 才与我们当然觉得是没有 才是一个非常非常限索 由官方单方面邀请的一个会议 那幸好因为有政党推荐 所以才让我们本来 我们这边的民间团体代表 比较是在 反而这边本来只有六七个而已 因为是政党推荐 才让我们再拆进了十几个 但是里面还有一百七十几个 所以这还是一场艰苦的一个大战 所以非常非常希望 就是下礼拜我们大家 能够一起努力 理应外合 然后好好监督这场会议 谢谢大家 我们再用一位 演员 我们要请这个 比达就能够的幸运 恭喜 各位 方德好 早 好 下礼拜的那个前国的会议 应该是属于马英九的前国的会议 不是朱立伦的前国的会议 等一下我们就把那个 为什么不是朱立伦的前国的会议 朱立伦是一个反而的 守住我们新北市的 环境的一个重量的推手 等一下大家知道 我有影片 那 台南电 就是台南电 叫台南 台南的财务结构 台南的财务结构 有5000多亿是 却是核式的带账 还有2000多亿的核后端的基金 这都是主要的 它的负债 那 由此可见 台南的核对方 都是把把持的 现在要把核一核二核三 要做一个的 的桥段 开始要上游 我今天特地来 帮我 对 对 对这样的 对对对对 对对对这样的桥段 我有 我有我们做法 那样 大家这个发报 其实 我们核面最大的问题 就在何谓要 何谓要无好处理 这季度又 季度又无解 因为最终 最终非常长大 这是我们做的模型 是干涉储存的 非常干涉储存的模型 20比1的 这台南是 20比1的 这台南如果失控 台湾的前途 就一切归零了 这东西 所以我们要把他 我们现在在 在红手 在跟台湾在 在 在作战 我们是红手 他的干涉储存的 随着保持是 症照 然后群星不是 不以何话 是因为这样才把 这核一核一核的 要基础 现在还在大修 因为其中 因为他的冷却是 已经没空间了 那 他里面有一核一核 是 掉不住 掉不起来了 现在还卡住 那 现在核一核一核 其实还在挺紧张的 我希望 我希望他永远听录 我希望他永远听录 因为 這退屈可退的一個環境 之前我們一直在跟 一直在提出說 這退屈可退的畫面是最危險的 現在跟大家做個說說 我們我們的核一核二的切實啊 都滿了 如今的燃耀樹要退出來 是退屈可退的 如果發生問題 這等於條件啊 這這這這 有問題的怎麼發生的 所以 核一的核一的大修現在 現在因為 蘭大樹調不起來 起化國會美國的專家來調 都發了兩個禮拜 他說這兩個禮拜 因為核一的發電 所以他的發電成分多了 多了十億九千萬 是因為要天然心發電 所以 台電的 台電的核一二 這個要原因也是有些相當困難 但是如果 如果 投尋 用中期 用中期 乾脂子子子 要換 三十年六十年 一百一百六十年 這樣的 這樣的可憐性 等一下 我把 把這 讓大家看一下 多了 我們 這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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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恩 感谢观看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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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